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首先不太用富豪这个字 因为富豪我觉得比较单一的 就代表你是可以被消费的 但是我们的上班企业家 我们叫超级财富创造者 因为为什么全球的政府 为什么全球的很多投资机构 都想跟他合作了 因为我们上班企业家 是一个超级财富创造者 能把这些人吸引到这里 你比如说Elon Musk 能把他吸引到我们这儿去创业的 老是用富豪可能是比较口语化的 但是完全低估这些企业家的 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和地位 因为我们要鼓励这些 潮级财富创造的这种精神的 通过上班企业家的故事的 可以帮我们翻腿去了解 中国经济的一些变化 但是这个是很关键的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 因为认为我们就是给富豪做排名的 实际上我们是讲中国经济的变化的 谁今年的财富上涨代表什么 谁今年的财富下涨代表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百富豪上的 80%的上班企业债的 10年前都没在榜单上 有一些新的财富创造的结构都冒出来了 那就是做AI的 做半导体的 做各种各样的新的 包括最近是走上世界的跨境电商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这些新的财富创造的那种模式的 然后把它就是宣传出去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次我来多伦多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想在加拿大本土就是鼓励年轻创业者走上更大的 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叫胡云加拿大U30创业先通 找这些不到三没有满三十岁的 这些特别优秀的年轻创业者的 他可能是一代企业家就是必须要传办一个 价值一千万美金左右吧 一种企业的以上的 然后二代的可能要管的两千万美金的投资还是销售 就能上我这个榜单了 全球的标准了 然后如果能给这些人一个平台的 然后他们多受到创业生态的利益者的关注的 包括投资机构啊 包括政府的 包括前辈的 包括合作伙伴的 包括大企业的 都包含在那个创业生态利益者 然后这些人多多受这些人的股市的关注度的 那加拿大GDP也应该会更好 我们也对加拿大能做到一些贡献的 我们最近在策划一个榜单是中国走上世界的 Top100个带来贡献的企业 因为很多人就出口了对当地经济没什么贡献的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个排行榜 就跟我们的中国外商企业投资 摆成榜一模一样的 就看你的当地经济贡献多少 你纳税多少 你有多少个高质量的员工 就直接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哪一些企业 就是可能像华为这样子的 就是他对当地税务局带来贡献的 他也教评很多的当地人 中国这种年轻创业者 还是特别值得鼓励 因为非常优秀的 我还是现在所有的敬意 都放在这种创业者的这块 其实我一直在做 我能做什么 我就是可以做全球化的创业者的平台 你把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带到加拿大了 那这些中国的企业 年轻非常优秀的创业先锋 你把他们带到加拿大 可能会加拿大经济受到贡献 那我们把加拿大的年轻创业者 带到中国去 那有可能对中国经济有所贡献 这是我的接下来的梦想 所以我们当然也做印度的 也做美国的 也做印度的 也做欧洲的 也做中东的 我想把我的游戏做到全球化的 然后把这些年轻创业者互动 各个国家互动 然后为其他国家带来贡献 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而且如果能做成功 会真的好玩 其实很多人就没有意识到 中国这些革命 尤其是经济层面的革命 有多么深的 一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这十多年前 就开始的高铁革命 所以现在大家都能走到 中国任何地方都很方便 包括现在我们你看这种 财富创造的结构的变化 也那么深的 以前大家都能考房地产能政策 现在就是要考新能源 要考这些新的科技企业 包括半导体才能挣钱 所以这是一方面 我觉得很多人就没有意识到 它的那个经济变化和财富创造的 结构的变化有那么深刻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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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